今天在越界談情中抓到Fat 鄭俊運上來跟我們講一些越界的問題 Fat 你好 Fat 你好 Fat 你好 突然間心都震了一陣 有沒有怕有什麼問題不想問給我 一會兒我怕你突然卡一卡 問吧 什麼都問吧 卡就卡 第一個問題是非常簡單 我們的節目叫做越界談情 你人生裏面有沒有做過什麼最越界的事 其實越界算是什麼 即使是一些 你覺得曾經沒有可能會做的 譬如我小時候去偷文具的 一些很越界的東西 或者他喜歡了一個朋友的女生 然後我認識了 然後我叫了他長腳 也叫越界 這樣嗎 有沒有試過呢 沒有 這些當然沒有試過 我試過 最大件事是什麼 算不算呢 在加拿大很小的時候 我拿了一粒糖 在超市拿了一粒糖 但我不知道要付錢 我沒有這個意識 拿了一粒糖 我走出去 就被石膠哥哥抓 我就很害怕 不知道發生什麼 沒抓你去捉住 叫停你 叫我拿回東西出來 我說拿什麼啊 但是你不知道 不知道 這個是最頑皮的 就是小時候 但我也是被人罵的之後 被家人罵的 因為他們都在 那就是 為何你會有這樣的行動 這個是頭盤而已 現在準備進入主賽 是嗎 下一道主賽就是 那感情問題你很少說 我們很少聽你訪問會說 關於感情的東西 那其實 不如說一下 你自己心目中 理想的對象是怎樣的呢 有什麼條件啊 外在和內在都可以說的 外在 其實外在真的 沒有什麼特別的 關於肥瘦都可以 舒服就可以了 開心就可以了 反正內在 我就在意多些 一定要孝順 因為你孝順 你對家人的關係 很直接影響你的人品 如果可以真的選擇的 就懂英文 因為我很多東西都是用英文去表達的 就是我中文比較 不是母語 可以懂英文 現階段這個人出現了沒有呢 現階段未的 未的 未出現的 不如說一下 以前你有沒有感情令你很深刻的 曾經有一段 有 絕對有 可以分享給大家聽眾聽一下嗎 我想其實 很多人最深刻的都是第一段感情 就是初年 什麼時候啊 十五歲 很小的時候 但是拍了很久 拍到22歲 拍到入行的時候 OK 但是有沒有因什麼事而分手 因為我來了香港工作 那他就在加拿大 分隔二地之後就開始了 那就 OK 好啊 感情問題就問完了 不斷講一講 因為我們節目都很正面的 有些年輕人 現在正在追夢想的 你有沒有一些說話想跟他們講一下 分享一下 給他們鼓勵呢 嗯 其實我覺得 要繼續 發夢 要繼續 你的夢發得越大 其實你 一定會成功 一定要追 你不可以說為了 reality what's reality reality是你自己給自己的 那 life is short you have nothing to lose 一定要去追你自己想做的 那才是真真正正正的快樂 OK 那今天我們就突擊你了 那接下來 你什麼時候會上我和Elaine這個節目呢 那我希望快啦 要快啦 哈哈 我怕我看到Elaine 我就說不出話了 為什麼 因為 我真的很欣賞她 哎呀 我們開個現場這個話題 你欣賞一下Elaine的什麼呢 其實 我可不可以留言給Elaine 可以 Elaine我是Fred 希望真的很快見到你 我是你的粉絲 Thank you 多謝你啊 任聚華 粉絲 多謝你